嗨 大家好 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新东方和于敏洪老师 2021年对新东方来说也是非常惨的一年 为什么惨 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惨是什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的视频介绍 于敏洪年终总结 新东方营收减少80% 辞退6万员工 退学费等现金支出近200亿 新东方的发展依然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这似乎由不得我喜欢不喜欢 必须全力以赴 立定和大家一起共同奋斗的宗旨 让新东方走向下一个发展阶段 1月8日下午 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在其个人公众号发文 回顾了2021年并展望了未来的转型方向 年终年初 都是总结过去 规划未来的时节 于敏洪称 1月4日 5日 连续两天 新东方总部的各部门和各子公司进行了工作述职 对2021年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对2022的工作进行部署 一下子就进入了忙乱繁琐的境地 开了很多会议 令人心烦意乱的事情不少 于敏洪在文中说 于敏洪称 2021年 新东方遇到太多变故 因政策 疫情 国际关系等原因 很多业务都处于不确定性中 公司市值下跌90% 营收减少80% 员工辞退6万人 退学费 员工辞退 N加1 赔偿 教学点退租等 现金支出近200亿元 在该过程中 新东方决定全面停止K9地面和在线培训 新东方年报显示 截至2021年5月 教师人数约5.42万人 过去的半年 在大家的努力下 新东方好不容易生存了下来 还保存了一点实力 于敏洪表示 未来 新东方将转型素质 素养 研学 营地教育等 同时决定加大在大学生市场和海外中文市场的投入 此外 以香港上市公司为主体的新东方在线01797香港 创立东方甄选 转型为农产品筛选与销售的电商平台 为全国农民提供产品增值服务 在2021年12月28日的首场直播中 于敏洪直播间上架30多件农产品 直播时长达3个小时 截至下播 东方甄选 CEO孙东旭透露 云敏洪叠加东方甄选 累计突破500万销售额 此前罗永浩首场直播的总交易额超1.1亿元 除去首场有云敏洪现身的直播 东方甄选随后几日的带货数据相对惨淡 非瓜数据显示 12月29日至1月4日的七场直播 累计销售额不足90万 各条业务线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云敏洪对内部的要求是 在资源可控的前提下 在核心战略项目上争取有突破性的发展 针对国际教育业务 日前在2022新东方国际教育共赢发展大会上 新东方国际教育培训事业部总经理刘朔阳宣布了全新业务细分战略 及在原有的OSSD课程的基础上 推出面向国内普通高中人群 艺术高考人群 中职群体的出国留学体系 同时重点针对国内的高职大专人群 推出专属的国际专生硕课程 特C端的业务细分之外 刘朔阳还提出针对普通高中 国际高中 高职院校等一系列特币合作国际课程解决方案 于敏红文中还提到 由新东方投资的新维影业公司 去年参与投拍了一部励志电影 故事原型是大梁山地区的一个遗族少年篮球队 于敏红称 最初拍摄这部电影 是打算拍成网络电影 现在想推成院线电影 在励志电影方面 未来新东方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投入 于敏红最后表示 要在不确定性中做确定的事情 所谓不确定性 就是形式和政策还在不断的变化 要配合形式和政策的改变 随机应变 寻找符合大正方针的发展机会 所谓做确定的事情 就是永远做有价值 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进步的事情 即修炼自己 造福他人 截至美东时间1月7日 新东方股价暴收1.86美元股 总市值31.56亿美元 这个视频也介绍了 新东方2021年 营收降了80% 这个退款退了200亿 市值下降了90% 关键是 裁员裁了6万人 这个基本上已经到了地板了 跟清零已经差不多了 我本人跟新东方没有什么交集 我也没有去上过新东方的课 我们家孩子也没有上过新东方的什么培训课 我对新东方的了解 主要来自网络 所以我今天聊聊这个 新东方给我的印象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这个新东方很奇怪 他是人才辈出 可能是因为都是老师的原因 反正口才都特别好 你比如说有一个投资人风头 好像是这个新东方的 也是创始人吧 名字我忘了 大家可以查一下 他的口才就很厉害 这个有一阵子 大概10年到1314或者15年这样的 这五六年里面 在互联网上你只要一说风头 反正这个人名字就经常出现在你面前 他的视频采访文章 各种吹啊 反正你打开电脑 都是这人的这个新闻 和采访啊 我总结一下 给我的印象深刻的就是 第一个 新东方要不是我 就没有今天的新东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是没有郁敏红 新东方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第三个意思就是 我现在离开新东方 是为了证明我比那个郁敏红更厉害 等等啊 就是这个人非常 善于宣传 所以给我印象就是 新东方的人 都能百户 而且新东方出来做风头的 好像不止一个 他们就是 都是新东方的合伙人呢 或者是创始人 都是新东方上市了 他们套现 赚了一大笔钱 然后就做风头 这么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罗永浩嘛 这个大家跟他就很清楚了 了解的更多 罗永浩 也是个神奇呀 高中毕业 对吧 不知道干啥了 后来就去了新东方 当老师 教英语 在新东方风声水起的 对吧 转足了这个眼球嘛 关注力 后来 罗永浩老师变成 这个 砸西门子冰虾 等等啊 一系列的运作 到做什么锤子手机 要分分钟 干败苹果 经常指点这个库克 怎么做产品 太low了 后来 虽然他是锤子手机 这个不见了 但是不影响他嘲笑 库克这个产品做的low 那锤子手机没做好 那不是说产品做的 是资本运作 或者其他的原因 或者就是失货的少 取高后果嘛 对吧 后来 罗永浩老师就 转账这个直播界 这直播界 去年跟他这个老东家 新东方相比 那一个是天上 一个地下 新东方是从天上 掉地上了 那罗永浩老师呢 抓住了直播风口 从地上 就是到天上了 一年就把他这债还清了 而且他说他没有 偷逃税款 那他这赚多少钱 2021年 那应该至少赚了十几亿 一个人的营收 能顶得上这个新东方 一个公司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 于敏洪老师本人了 他的本人 我觉得他也 口才也是不错的 于敏洪老师啊 我觉得他 他应该能称得上是一个企业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说说我理由啊 第一个人家成功过 对吧 高光过 新东方上市 而且新东方作为教培行业的这个领军人物 领头羊 但是他很低调 他也主持节目 也上电视 但是他从来不胡说八道 对吧 很少自吹自擂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可以找一些看看 就是说他高光的时候 很低调 但是呢 现在你看 最惨的时候 对吧 不抱怨 大家不得经常说吗 看一个企业家怎么样 你不要看到 就是顺风顺水的时候 不要看到这个 走顺路的时候 那些他都可以伪装出来的 对吧 慈善了 又是什么 包装自己 又是对员工好了 又是对社会有责任了 等等啊 那儿都在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这个 大家很容易做到 对吧 你赚了一百亿 拿个一个亿 两个亿出来做慈善 没有问题的 我也行啊 我赚了一百亿 我拿个一亿出来做慈善 肯定没有问题啊 对吧 我赚十万 让我拿一万出来做慈善 这可不行 知道吧 因为我真有 那么玉敏洪老师 在他走被子的时候 在他事业和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他不抱怨 而且他自己也说了 认清形势 适应形势 跟紧形势 所以你看 他带领新东方 一部分员工 开辟新的战场 搞直播 而且领域是农产品 大家也知道 农产品 这个十个也九个是 玩不赚的 我认识几个 搞农产品电商的 都是赔的裤子都没着穿 为什么赔这个 咱以后再说 这农产品啊 你玩不好 很难玩得成 那么玉敏洪老师 能进入这个 农产品这个领域 说明他很有情怀 人家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理想 还有情怀 这就是个企业家 而且你看 最惨的时候 他那些磕桌 都捐赠给 自己掏路费 搬运费 捐赠给 山区的那些学校 桌子质量还挺好的 一个桌子 桌椅 一千块钱 或什么的 他就都捐赠了 对吧 我们不要看他顺风顺水 高官的时候 做了啥 说了啥 我们要看他 在最低谷的时候 企业遭受打击的时候 他说了啥 做了啥 对不对 从这个标准来看 于敏洪老师 是一个有情怀的 能算得上是个企业家 何况他现在也不能叫失败 现在只是叫受挫折 而且这个挫折 不是他本人导致的 他是叫未知风险 政策风险导致的 所以说我觉得 于敏洪老师还是值得尊重 至少目前来看 接下来我谈一谈 我对这个在中国啊 搞企业一个认识 这个大家可以听一听 就是一起看一看 是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在中国啊 自古以来 也就先别说共产党这一块 就自古以来 这个商人啊 地位不高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你记得这个明朝中期首富是谁吗 没人记得对不对 随便什么时候呢 除了那些杀头的首富咱记得 历史书里面 或者演义的小说里面 可能记载过 每个时期的巨富 首富根本就没人知道 不会知道的 当然写手诗 有可能流传了对吧 只如你这诗在 纪院里写的 还是在哪里写的 都不重要 反正诗书可以传承 有人知道 商人地位是非常低的 商人你再多大的成就 没人知道 你修的桥 补的路 也没有了 也没人知道 那到咱们现在这个制度下 商人地位啊 更是这个叫什么 比较尴尬 可以这么说吧 改革开放以后啊 这个地位才提高了 才好一点 这个 当然咱们的政策是左右摇摆的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来回中摆一些 来回摆 所以这个商人这个地位啊 也是互左互右 互左互右的 也是在摆动的 一会儿要大力发扬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企业家 要扶持 能不抓就不抓 对吧 最高检察院 法院 居然还出这样的命令 就是说 对民营企业家 能不抓就别抓 你反过来看起来是什么意思啊 就说明 很多公安就乱抓啊 随便找个罪 就把民营企业 就抓起来了 抓起来就把你 你的钱就没了 对不对 否则他为什么 莫名其妙地出了个这样的 这个政策干啥呢 对吧 所以说明这个 民营企业家 这个地位啊 不仅是说你的 就是你的财产不保 你的这个人身安全都很难保证 对吧 所以说这个民营企业家 这个地位啊 比较尴尬 风险也比较大 你既要接近权力 你也要与权力保持距离 对吧 这个肚子很难保 你不接近权力 你这企业也发展不起 对吧 我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中国企业搞这么大的 你跟权力没有关系 怎么可能呢 哪个企业你随便挑一个出来 但是你又不能跟权力太近 你跟权力太近 迟早是要翻船的 这个例子举不胜举 对不对 为什么说福润白富榜 咱们那个叫排行榜 白富榜 叫杀猪榜呢 排齿无腹的 一个个的都倒了没 对吧 你权力太近 你离权力太远 你也上不来这个榜 所以说呢 你在中国搞企业 中国企业家 把钱财啊 还是要看得轻一点 社会责任 还是要看重一点 首先一个 中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而且中国这个制度 决定了 它也没办法搞 完全的市场 那个市场经济 或者资本主义那一套 所以说那你搞企业 你就不能以为利是图 不能把利润 永远放在第一位 你有的时候 就要讲社会责任 这没有办法 按照这个资本的观念 那我资本讲究的就是效率 对吧 我就要赚钱啊 我投场比越高越好 回报率越高越好 我资本追求的就是这个 但在中国不行 中国你要 你不仅要追求这个汇报率 你更多的还追求社会责任 公平 但是这一点 玉敏洪老师啊 看得比较清楚 你看他的采访就知道 他说 他的财富啊 就是自己口袋里那点钱 吃饭 睡觉 坐车 或者是开车的 就那点日常费用 是他的钱 剩下的什么股票 市值 那都是别人的钱 都是社会的钱 斩跌跟他也没关系 今天值100亿 明天值200亿 后天变成20亿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社会的 人家很久以前 他就是这个观点了 那是一个数字 代表着他给社会 创造的财富 就是这么多 除了这个名字 写在他的名字下面 其他的跟他一点 关系都没有 他也花不了 他也不花 这就是他的观点 所以说他在经受打击之后 市值跌了90% 他也无所谓 反正那个他 他就不认为那是他的钱 只是社会财富又缩水了 在中国的企业家 的确比西方企业家要辛苦 要更加小心谨慎 我举个例子 曹德旺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家如果看看他在 曹德旺十年前的这个视频 因为曹德旺一直喜欢讲话 喜欢上电视 喜欢采访 你看看他十年前的这个 采访 那个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豪宅 自己盖的房子 十几年前就花了5000万 盖的豪宅 而且他认为他这个豪宅 要传个几百年 而且那个时候 经常听见他批评 这个制度 体制 或者是委婉的批评吧 但是你看现在 曹德旺的视频采访 完全是风格变了 变成群众的代言人了 什么把企业的钱要捐出来 主动捐 对吧 要共同富裕 然后什么企业家 为什么要住那么好的房子呢 那么大的房子 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他完全反过来说了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也不容易 你知道吧 想左右逢源 想把自己能保持时间 更长一点 这个不是我瞎说的 你们可以把这个 他的前期的视频 和他现在的视频 对比一下 看他的言论 是不是在发生变化 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是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叫适应形势 总之在中国 你的企业成功 不要太当回事 不要认为 那是你的功劳 这跟人民日报 说的一样的 只有什么 时代的马云 没有什么 马云时代 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中国 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功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那个成功是怎么来的 所以随时 党也可能把它收回去 对吧 那更加要求这个企业家 正确地对待财富 对待这个什么 所谓的成功和失败 否则的话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过了 活不下去啊 比如说恒大的许家印 他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是因为什么 没有权力给他做保障吗 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跟权力不做勾兑 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那他现在失败呢 什么三条红线 去杠杆 防住不吵 他有没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呢 对吧 所以说 中国一种古话叫 是非成败 转头空啊 所以还是说回了 这个新东方 郁敏洪老师 我很佩服他在哪一点呢 就是企业遭受这么大打击之后 他还能 叫不忘初心吧 还有情怀 去搞农产品 投入到一个什么 九屎一僧的这个一个行业里面去 想发挥自己的余热 想做出一番天地 还是令人钦佩的 至于他这个农产品 这个电商 能做成什么样 咱们大家可以关注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